先是说什么呢 先是先没有讲这个transaction 他就先 因为昨天呢 有一封邮件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邮件里面呢 就是好像是普林斯顿银行 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 要关于这个ACA 对吧 这个addition的这个UBO的 对是干什么的activity 为什么这样 对信息 让他补充信息 对第一封邮件 他们是11月24号2020年发的 对吧 是高管发给这个证人14和Daniel Pedosky的 对不对 他没有回 对吧 第二封邮件是12月1号2020年 对 再问你 我要问你要的这个信息 你还没有给我 不要忘了我们这个监管部门要用 你发给我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号 Pedosky就回了嘛 回了之后就附上了这个long agreement 记得吗 这是一个流水线 今天message就问了 他说请问你 你还记得这个 那一年的感恩节是哪天吗 孟昌 不知道 好那我告诉你 那一年的感恩节是11月26号2020年 OK那也就说 10月27号是周五 OK 然后这个28 29就是周末 对 OK也就说第一天回来上班 他也是已经是10月30号了 对吧 11月30号 对 11月30号了 所以说就把他的这个 就是因为我相信检方他想把这个提出来的作用 然后就觉得你们好像有什么东西要藏 然后就觉得你们好像有什么东西 no 就结束了就没有再问关于ACA的事情了 我相信以后还会再过来说的 然后我们的message就问他说 你刚才提到过 你有搜搜搜搜寻过一些网上的信息 作为你个人的这个这个知识的补充 因为你作为这个风险管控嘛 对吧 然后他说那你在搜的时候 你刚才也确认了都是一些负面的报道 那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你搜的这些新闻 是不是全部都是来自于海外的 然后这个这个女士就说一部分是 然后这个时候message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你是不是告诉了检察官 你在美国找到的新闻不是负面的 OK那其实也就是说 他说他看到的很多的负面的新闻 全部都是来自于海外的 对不对 就美国之外的 对美国之外的 然后他就他的回答是说 我没有用你刚才用的这个话 exactly words这么讲 但实际上他就已经同意了 的确他看到的负面影响都是从海外来的 那可以想象这些负面的报道 都是怎么讲七哥的 对不对 那我们也肯定最大的一个sauce就是中共国 来来出处就是中共 但是很奇怪的是 当我们的message问到他 你知不知道文贵先生有红通 就是国际刑警组织有红通 不知道 你知道中共政府已经把他的这个资产给冻结了 对不知道 他对这个都不太知道 那这个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他的第一个这个cross就结束了 然后还有个第二轮 第二轮也很简短 然后这个时候是10点05 那其实也很短 你看9点48分到10点05 其实在短短的就十几分钟的时间 对吧 20分钟都没有 就把所有的事情全打回去了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高效 然后回来之后 其实就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精彩 那个Marie没有再继续 redirect吗 redirect啊 Marie在10年 我朋友想那个挽回一下叫什么这个 挽回一下损失或者说这个 他的他的问题我觉得是白问的 就是等我给你举个例子 他回来了 他想试图挽回一下 他就把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qualify那个结果 response出来了 然后他说 他说这个这个报告对你最后做出关闭账户的决定起多大作用 就是你一开始开账户的这个报告 对 对你最后关闭账户有的大作用 对 他说how much does that affect your decision making 然后他说 然后他就说这是一部分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review 这个不是完全就是依赖这一个 还有其他的 然后这个时候 但是我觉得他不是非常的有效 然后他就问了一些一连串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他说何浩然 就说你知道这个 这个他显示出来的这个家庭住址是真实的吗 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地址 没有 那当然没有 他在英国 怎么可能就为了一份工作自己掏钱去买到英国去查查这个 那当然没有 然后他说 那这个是ACA的capital office的地址 那你有没有就verify这个地址是真实的 没有 他说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见过郭强 因为郭强是那个这个G club的 UBO 对 UBO 不是G club 是那个有一个是 是哪个 是Lan Capital的UBO 他说你有没有跟郭强见过面 这个就问题没有 你有没有跟外王见过面 也没有 就他问了一连串的这个问题 就是不是特别的 就是怎么讲 就没什么作用 我感觉 然后他就问了这个 还是repeat 他就还是repeat 他就说这个是因为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factor 你会考虑进去 这个风险 然后他就又重复了一边 就把他之前在Direct的地方又重复 他就说比如说 这个这个他们都是所有的UBO的人 都不是美国的这个怎么讲 美国人对吧 都是non-resident alien 然后他说他们的这个high volume 他们的这个transaction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有很多的很多笔 而且这些行为呢 跟他们所称的这个这个 就是重复一遍 对还是重复 他就是重复 没有很新的内容 那最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很快 又repeat 就几分钟 他估计也就几分钟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Massie 又站起来 就两个问题 很干脆理论 他说 所有刚才这些个人和企业 都通过你们的KYC 是不是 是 所有他们的这个银行账户 都被开了 没有问题 是不是 是 好 没了 结束了 全部通过来 的